天地正法掌门诏曰 玄天圣子临风法不配位 废人一个 时犹如我玄天宗名望 今拨其圣子之旨 便其归家 法收一切 早有听闻 玄天宗第一天才临风突然被废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临风 你这废物还不跪下线 要我跪 临风 十年了 自从知道你身敷地骨 我就一直在等这一天 而现在 他终于属于我了 玄天 一个该死的毒夫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我地骨 废我修为 我临家三百二十五狗 你让我跪 我临风跪天跪地 就是不跪你个毒夫 你以为你还是玄天圣子 去取一个废人 我想捏死你 比尼斯一只蚂蚁还简单 天真 你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 怎么说 你昨天也是玄天圣子 这甲归田多可惜 还是留下玄天 给我做个奴 我就算是死 天不会做你的奴 废 你注定就只配做我的狗 三杰世界 正好 蛮荒 神归位 林风圣子的是吧 再给爷 跳一个 林师姐可是交代了啊 让我好好招待你 这皮鞭的滋味 不好受吧 又是那贱人 林师姐是你能侮辱的吗 让爷教你 怎么当一个合格的奴隶 我让你嚣张 我打 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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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归位 身份合一 大力 林圣 大力 我竟然是真压上古一世的蛮王大帝 你个王八蛋 你在嘀咕什么呢 这怎么可能了 大力之身果然强大 林圣 你恐怕做梦也想不到 你为了一块低谷 杀我林家满门 而我却因此而成功大力之身 黄八蛋 你居然还敢反抗 看来你是不想活了 你老师兄要有山天 这不是老师兄的臭命绝 开山掌 开山掌 能赖我喝 废物 吃了我这一掌 下辈子乖乖做个废人吧 那怎么可能 你不是已经废了吗 林圣 这点本事 居然敢小瞧我 你这个废物 我可是林师姐的人 就是林圣的人 林师兄 林师兄我错了 我不会再这样了 是 林圣师姐 都是他那个贱人 他让我这样的 放过我们吧 还来 气助我林哥哥 找死 滚奶奶 我们错了 放过我们吧 顾师姐 您放过我们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们该咋 求您放过我们吧 奇怪 他们不是来找林哥哥 麻烦的吗 林儿 你来了 林哥哥 你 你没事吧 放心吧 那几个土鸡挖狗 还删不了我 该死的林圣 居然敢这样对你 林哥哥 你放心 过几天就是松门大笔 到时候 我让他跪在擂台上 向你道歉 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 林家的账 我会找他一笔一笔算清楚 林哥哥 不是林儿不相信你 林轩是松门重点变养对象 你现在秀为已废 根本打破他的 那个千万必须做傻事 好 我知道了 林哥哥 我去不过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林师姐 那个废物打的不是我呀 打的是您的脸啊 还有 布林儿那个小贱人 我告诉他了 这是您的意思 而他扬言 就算是您来了 他也照打不误 行了 你先下去吧 可就这样放过那两个废物 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他们了 我最近准备冲击境界 已被松门大笔 暂时没空过 婉儿 控制奴隶奴印在你手里 麻烦你走一趟吧 好啊 正好我也想看看这位老熟人 究竟还有多少能力 真没想到 我是门荒大帝 如今 我已经完全融合前世记忆 力量 这时间再没认识我们对手 是你 上官马儿 掌门清川 我与他无冤无仇 他来做什么 林峰 你一个奴隶竟还不安生 难道你不知道 以下犯上 可是重罪 林峰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没想到吧 爷爷我这么快又回来了 天地有命 万物有令 玄天之奴 听我号令 林峰 给我跪下 一日为奴 终生为奴 曾经的玄天第一天才 在奴隐大令的控制下 也真有跪地求饶的份 我不骗你的 怎么可能 他不是中了奴隐吗 奴隐大令可操纵玄天宗所有奴隐 他这是什么情况 玩够了吧 现在轮到我了 你个废物 让我跪下 林师兄 我错了 林师兄 我真的知道错了 错了吗 没错 错的人是我 我怎么会相信 你这种人也会鬼害呢 林师兄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是自己滚 还是我送你 废物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不过 没有奴隐加持倒也正好 曾经的玄天第一天才 给林轩调查魏玛 实在可惜 不如来我阁楼 当一条狗吧 无妨 扬乱重生 装个司法之人 将会持续领去 最终沦为 事发者的人魁 少官万二 你好恶毒 林峰 即便你是全圣石器 你未必能扛住我这古法 更何况 你如今不会是个废人 如今 嗯 就是我的人魁 放心 我会好好宠爱你 这尊人魁的 想要是我做人魁 就凭你 就凭你还不够格 主人 不要再拈了 我还是受不了了 你知道 还师彼身 惹人魁奴役 正是适合你这妖女 想活灭 就老是回答我的问题 主人 请进行思思 万二 林轩现在是喝的精简 你真想尝尝这人魁奴役的滋味吗 林轩现在通悬巾风 正在冲击金 这么快 是的 在宗门的帮助下 她的实力几乎飞跃般提升 另外我还知道 他们准备让林轩 在几日后的宗门大笔上大方一彩 同时公布她为悬天圣女 那宗门的算法可打错了 这次大笔 林轩必死 这家伙 怎么连看都不多看我一眼 难道我还不够美吗 过来 看来我的魅力还是挺难 主人 请唐曦万儿 你只有这个 不然你以为呢 行了 你可以走了 走就走 这个女人 古古怪怪的 三年一度的宗门大笔 终于开始了 我听说此次大笔之后 宗门就会宣布圣女人选 我等也有幸瞻仰天颜 这不是废人林峰吗 他来做什么 废物 这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宗门大笔 悬天之内都可以参加 你个废物 也配近年无常 趁我现在心情好 赶紧给我滚 得的话 我不建议打断你一条狗腿 老子跟你好好说话 你不听是吧 你好大的胆子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配吗 吵吵闹闹 穿好体统 实在抱歉 打扰到您了 怎么回事 这个废物想要硬闯 您放心 我们马上把他赶出去 绝不会影响宗门大笔 混账 上官师姐 你打我 黎嘴 差点为你害死 黎师兄 您今天是想观战呢 还是参赛 明迟顾问 好的 黎师兄里面请 我会帮您报名 什么事情 他就是一个废物 根本没资格参加 这么大 废物 他可不是什么废物 他的势力 恐怕比从前更加强大 灵哥哥 我在这儿 灵哥哥 你怎么来了 陈瑟 灵哥哥 灵儿相信你的能力 但是 松门大笔很危险 你现在秀为全废 还是 不要参加比较好 没错 听他的话 也许 你还能多苟活几天 怎么 你这家伙也跟灵轩搞到一块了 说话放尊重点 敢这么个大将老说话 你还以为你是全天圣子吗 大长老 想当初也不过是对我摇尾的狗 我与灵轩势必有一战 谁也轮不住 丙牙利齿 一会儿擂台上 我看你还怎么笑了出口 当若在擂台上遇到灵峰跟顾灵儿 一定给我吓死你 比武现在开始 顾灵儿对阵寒陈 灵哥哥 那我先上去了 力气竟然这么好 碰上你这个小娘们 顾灵儿 要不要我让你起招 免得他们说我欺负你 赢了也不光彩 废话少说 开始吧 你输了 你输了 灵儿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好 走门比武点到为止 分明已经忘了 怎还敢投击伤人 灵峰 羞的猖狂 灵峰 拔出你的剑吧 否则你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 我倒是忘了 你一个奴隶 哪来得见呀 不要怪我没有给你机会 现在从我胯底下爬过去 我可以考虑只费你手脚 但凡你敢说半个不字 休怪我剑下无情 知道怕了 那就快爬吧 没用的 我可是穿着玄金宝衣 你这个废物 休想伤我分毫 给我起来 干涉埃里儿的人都得死 你想做什么 我可是大长老的呀 又是大长老 要挑战你 灵峰 你敢见吗 就凭你 也敢挑战我 好 林哥哥 林轩已经是金丹井 你打不过他的 快走 金丹又如何 我再问你一遍 林轩 生死战 胆切斧 生死战 生死自负 军峰 看来你是迫不及待的求死了 那我就满足你 该死废 我能废你一次 就能废你第二次 你居然快就已经把这也伤给你了 怕了 怕就赶紧跪地求饶 再吃一秒 你可就没机会了 我只怕你死得太快 找死 我现在可是金丹真人 与你当初相比 一步行多让 你解决你 你躲《林神人之そう》 你躲在ẽ 曰 就是随便γο难夺def 林医院 林哥哥 小心 you よ tusvis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我的帝骨会突然不受控制 不 我才是圣语 我才是该站在世界巅峰的女帝 你宣传的这是什么招式 好意思你的气息 该死 为什么没人阻止她 你连锋注定是我的垫脚石 你这娄女废物给我去死 连锋住手 连锋你竟然杀了她 我杀了她 又当如何 比武本该就是点斗为止 你出手狠辣 竟然蓄意谋杀同门 还不赶快给我跪下人嘴 蓄意谋杀同门 真是好大的帽子 寒沉偷袭灵儿你不过问 灵轩使用金术 你也不说 灵轩赌我地骨 托我林家325口 你也不曾过问 现在 你说我蓄意谋杀 灵轩是我爱徒 又是掌门清风的圣女 她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她想让你死 你就得乖乖的把你的头颅献上 那我呢 我也曾是玄天圣子 灵轩躲我地骨 突我满门 宗门为何不问不问 你一个废人 还想让宗门来替你报仇 原来是谁有价值就帮谁 那我就让他们彻底失去价值 混账 你这是要造反吗 撕毁制服 消除奴役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给我拿命来 超死 凌峰 没有想到我司徒好英雄一世 竟然败在了你这个杂碎手里 凌峰 任之将死 其言也善 有一个秘密我要告诉你 你 你的亲生父母 并没有死 你说什么 我 我就是 我就是喜欢 喜欢看你这惊慌是错的样子 我死了 你别想见到你父母 只可惜你 你杀 你杀死 你去了 你放 你杀了打招了 不能走 滚开 玄天主法同学有术 启禀掌门 恶徒林峰 建议判住中门 还请掌门速冠 执法杖了 供杀死贼 林哥哥 你是那么打算回宋门了吗 我打算回家去看看 不管司徒昂死前所说是否属实 我都想回家找找线索 林哥哥 我 我跟你一块去 你还要藏多久 林师兄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兄妹俩的安全吗 所以特意跟随 也罢 既然你来了 我外出这两天 灵儿的生活起居就交给你了 什么 你让我伺候他 怎么 有意见 林师兄说笑了 能照顾顾师妹 是我九世修来的福气 那就好 但凡灵儿受了半分委屈 等我回来 后果你知道 要不是人魁奴硬在身 我又何必千里迢迢来追你们 希望我这千盒学人书 能帮林哥哥找到他们 父亲 母亲 孩儿没用 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司徒昂跟灵轩 皆有施展游鸣血术 孩儿打算 去游鸣教看看 应该能发现一些线索 父亲母亲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接你们回家 林医师的兄弟姐妹们 灵轩已死 你们可以安息了 林峰 你还不速速受死 执法长老 你什么意思 林家养出你正乎 罪该万死 不配安稳成 找死 执死的人是你 执法长老进出 天之下没有我们拿不下来 林峰 还在你从没有玄天立家汉马功劳的份上 我可以饶你 自费修为 等我们回玄天受罚 我可以向掌门 那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立马向我林家族人跪下道歉 我可以饶你一命 放肆 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我说话 诸位长老 随我诛杀死贼 死者未到 我林家英灵 全都给我跪下 够了 师尊 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尊 授业之恩 莫尺难忘 好一句授业之恩莫尺难忘 那我问你 你身为我宣天明徒 为何杀害我宗圣女 大长老 这两人实处大恶 林轩对我低谷 杀我满门 司徒好事为大长老 不分前后造白就要杀我 而且还施展又名邪数 混证 你说林轩夺你利口 那你现在这一身强悍的修为 又从何而来 林峰 我太失望了 几度 竟是你面目全非 堕入这魔道之中 弟子所言 继续说实 闭嘴 事到如今 你竟还敢诡辩 你若还认我这个师尊 那就随我回宗 去圣女灵前 跪上三天三夜 产回你的罪过 要我给他毒妇道谢 不可能 忘我这十二年悉心教导 早知今日 我当初就不敢教你玄天正法 否则也不会养出你这七十灭族的败类 好 既然你说我是玄天败类 那我今日就和玄天断绝关系 你传给我的 我全部都还你 十二年前 你传我玄化道心圈 我还给你 八年前 我容奉圣子 你传我玄西奥秘 今日我也还给你 这 这是我苦心钻缘的玄天发迹 前发几地 今日想不杀 我全都还给你 你 你 我不欠你了 林峰 你给我站住 混账 就算你废了一身玄天正法 今日也别想走 雷师兄 婉儿 上官万儿 你明知林峰乃我宗叛徒 竟还敢跟他私混在一起 一个个七十灭族 本座今天就要清理门户 宗叛徒 我最后一次属下留情 玄机子 你再不是好歹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不会看错 的确自费了玄天正法 可他为何还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这股力量 至刚至纯 绝非邪徒可修 难道 我错了 不 我没错 是连峰这涅徒 背叛了师们 婉儿 婉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 婉儿省事其中 仅是撂伤痕 根本压不下他的伤 玄机子 请来多数寿司 其实都有一股硬度 看来 得加把力了 看不出来 这妖女倒也有些字 我 你别误会 我才帮你疗伤 不对 李师兄 你快去救顾师妹 玄儿 她怎么了 走后 顾师妹放出切合秘法 想帮你寻找父母 不料却引来了幽冥教的人 他们打伤了 还强行掳走顾师妹 他们还说 顾师妹是上古灵体 是绝佳的顶路 又是幽冥教 我没去找你们 死而来找我 李师兄 你快去救顾师妹 好好休息 我去学就会 李师兄 你小心一点 好 站住 赶来幽冥教分舵 找死是吧 你们今天是否抓了一个女人 我幽冥教一天 少说也要抓十几个女人享用 我哪知道你在说谁 赶紧滚 你想找的女人 这回估计在我们教主大人的胯下享受 不好了 不好了 有个狂徒打小门来了 要你们有何用 我还以为是谁 原来是你呀 我凌风想来的地方 没认得出 五年前 你以金丹之境 杀我幽冥教千人 威风连连 好生霸道 自从那一战败给你后 我就发誓 要你 做我的人宠 你把绫儿挂在何处 为何我察觉不到她的位置 哦 绫儿 你的老相好 对不起啊 我们幽冥教每天抓的人实在太多了 不如 你先跪一下天天我的脚趾 或许我还有点思绪 你找死 绫风 你可想清楚了 万一把我给打伤了 我可就彻底想不起来 绫儿在哪了 看来 你真的知道绫儿在哪 我知道又怎样 你这玄天新一代的第一强者 实力甚至还在玄天长老之上 我的确打不过你啊 但那又如何 想找到绫儿 你就得给我乖乖跪下 云风 赶紧跪吧 只要你臣服于我 别说一个灵儿 十个灵儿我都还给你 你不说 当我真的就不知道了吗 你不说 当我真的就不知道了吗 你虎谁呢 休想施展搜魂术来约束我 我实力虽不如你 但我幽名叫专修阴魂 就凭你们玄天宗那点搜魂水准 可还奈何不了我 别犹豫了 别犹豫了 再犹豫一会儿啊 灵儿可能都怀了别人的孩子了 什么选天地 到最后 不还是不玩弄于股掌之间 你以为我这次灵克不了你吗 幸连的你敢动我 你赶紧给我松手 否则 你这辈子都别想参见到你的灵儿 不需要 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没人拦得住 大地之法变化完结 你不说 我就从你脑海里拿 怎么可能 你挪去我的记忆 是怎么做到的 有名叫做道人 龙凤拍卖场吗 没有人能伤害灵儿 灵儿要是有任何审视 拆了你这陵云帝国最大的拍卖场 好了 灵前辈 我知道错了吗 你就原谅人家吗 我知道错了 如果你再给人家一次机会的话 人家一定好好服侍你 我先葬 你若敢杀我 带我叫幽冥老祖出馆 你必死无疑 幽冥老祖 他又算是什么东西 那么几几点 能不能快点 这么好 我们还没想用呢 就直接拿来拍卖 谁说不是 只要能够让老子爽一次 眼神失念 我也愿意 谁叫他是古灵铁 要不然 左长老他也舍不得卖 你不知军天杀的那 没点自知之明 你现在是我的宠物 再敢多嘴 小心我捏碎你的骨头 林哥哥 你在哪 你还指望林峰 只怕他早就被杀了 什么 不可能 林哥哥不会有事的 他绝对不会有事的 区区一个林峰 面对的是玄天掌门和执法长老 必辞无疑 有算林峰能逃得一条狗命 但你身上可是挂着我幽冥铸宝 这比一切天机 就算大地在世 也洞悉不到你的方位 你还是乖乖地跟老子去拍卖场 免得在外面再受贫肉之苦 你死在这种心吧 我不会跟你去的 老说你不听 你要让老子不守是吧 敢打零二的主意 你们该死 敢打零二的主意 你们该死 林哥哥 你来了 你 你居然活着 想不到拳击的那废物 没有杀你 零二 你喜欢的心 难怪你也是我 你什么大地感到林峰 我放确认去听 林哥哥 对不起 我没有找到伯父伯母 没关系 等我杀了这几人 咱们一起去找 活着也好 玄机子那废物没能杀你 那我今天就发发慈悲 送你上路 有名法师 算你有点严厉 贫道这些年 彩音不扬 终于炼成这门神功 我说你如今重修 就算你有当年的实力 也破不开此法 林峰 我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你拿什么跟我斗 用你法师修制大臣 回身宛弱筋体 万法不欠 林哥哥如今重修 不可能破坏祖大人的防御 林哥哥 你快走 别怪我 怎么 你不是号称 玄宗第一天才 敢与天争 在世狂人吗 直到我修成了幽冥法身 吓得不敢动手了吗 铁儿 破你这幽冥法身 很难吗 什么情况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 你居然破了我的法师 你 你不要过来 我可是幽冥教长老 你要杀了我 那就是 与整个幽冥教为敌 从你打铁儿 主意那一刻开始 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林峰你个王八蛋 我叫幽冥老祖 不会放过你的 那是谁 如此年轻 竟能轻松打败幽冥教长老 如此天教人物 倒是值得交好 小女子秋木雪 龙凤拍卖行化石人 曾经见过先生 就是你们要拍卖铁儿 我拍卖行只负责拍卖 向来不会难 此事与我拍卖行绝无关系 灵儿 快 给我准备一间客房 我要给他疗伤 灵儿 灵哥哥 我难受 别说话 我帮你疗伤 他们给灵儿想的毒 会有核幻气毒 这种气毒植入血脉 简单的愿过根本不行 灵儿 灵哥哥 灵儿好难受 灵儿这是毒发了 核幻气毒 可兴风取脱 可是灵儿 灵先生 何事 灵先生 这是我们龙凤拍卖行的一点心意 还请收下 生鸡蛋 兵五万 两身巨灵药 这枪木血倒是有机 等等 这是 这 这蛋药怎么会有我灵家血脉的气息 灵先生 这宝丹混入了百灵血 扶植可白骨生鸡 是来少见的好的 这蛋你是从哪来的 先生 您弄捅我了 抱歉 先生 小女子虽然不知这丹是何人炼制 却也知晓此丹出处 出自何处 说吧 想要什么好处 林先生误会了 好要好处这种事 小女子可做不出 那你想要什么 我要先生 一句话 一句话 我龙凤拍卖行 想跟先生做个朋友 仅此而已 一个朋友的价值 远比什么急镇一宝强 先生 是否愿意接受我这个朋友呢 哦 我认你这个朋友 太好了 有这样一位前途人 天交做朋友 一定会得到无穷好处 林先生 这宝要的来历 其实你已经撞过面了 你的意思是 幽冥教 没错 就在半年以前 幽冥教突然开始提供这种宝单 原本我以为 他们只是机缘所致 获得了些百灵血 可这几个月下来 这宝单却只多不少 这也让不起了疑心 林先生 你说这幽冥教 是偶得一尺百灵血 还是抓了一些 具备百灵血脉的人 以做血奴呢 幽冥教 这幽冥教神出鬼没 据点也是无迹可寻 偶有现身 也不过是分度 指此令牌 可植入幽冥教本部 林先生请稍候 我这就被骂 带您一起去幽冥教要人 不用麻烦 好强悍的势力 小姐 我们龙峰拍卖行 一直与各宗交好 犯得着 讨好这样一个家伙吗 你不懂 这样一位 千里无穷的天将 在他身上投资 再多都不为过 被骂 咱们也去 滚 混账 你还有脸回来 让开 我此行只找幽冥教的人 放屁 我玄天宗乃名门正派 岂会私藏 幽冥邪魔 灵轩大长老司徒号 皆有修行魔功 就连你的动向 幽冥教长老也一清二楚 你太盲目自信了 林峰 你判出我玄天宗也就罢了 今日 还来误我玄天宗的名声 让我玄机子杀不了你吗 我再说一遍 玄机子 我不想与你开战 让开 好 好 你个林峰 本座今天就杀了你这贼子 清理门户 杀我 你是不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玄天宗已经被魔教腐蚀 你不出魔 处处针对我 你真是老糊涂 放肆 玄机子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这就是你的玄天宗 这农中 淘天魔忌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我玄天宗 怎么会有这种地方 早已发生 只不过你从来不许看 不 我玄天宗 绝不会是藏无那构之地 够了 林峰 这一定是你安排好的骗局 死不悔改 这怎么可能 吃吧 上次的丹药卖了不少零食 这是教主赏你的 庞堂的南山霸王 如今却只能像狗一样 痛快 去吧 怎么 还敢有脾气不成 赶紧跪下磕头 不然今天你就别想吃了 这才像样吗 像狗一样 才有吃的 去吧 不让你吃 死 父亲 父亲 你看看我 我是疯儿 远姬老儿 多亏了你这玄天宗滋养 否则我幽冥教 还真难以发展到现在 难怪我宗多年出征讨伐 却始终找不到幽冥教本部 原来 原来就在我宗脚底下藏着 林峰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但你杀害本宗圣女长老一世 仍是你的罪过 全天门声听令 所有门人协助本宗 诛杀幽冥老贼 幽冥老贼 受死吧 你竟然已经突破了金丹之雇 没错 本座就是借助林甲百灵血脉之力 才突破了金丹极限 达到了神脏 掌门 我来助你 怎么就你一人 其他人呢 门下弟子背叛 他们都是幽冥教徒 其他的长老也正在跟血魔对抗 好 幽冥老贼已经突破桎梏 寻常手段肯定抵不过他 但我全天宗也不是你捏的 你帮我争取些时间 带我寄出全天剑阵 必将诛杀老贼 选天掌门 不够如此 没想到吧 我就使了一招 金蝉脱鞘 就把你给骗了 李峰 我叫掌门在此 你还不速速跪下收死 有名老贼 你今日必死 别冲动 这老贼 你是神脏之境 你哪怕是金丹巅峰 也难与之抗衡 速退 求援 李峰 你们林家血脉的滋味 可是让本座缠得紧 不如你也留下做个血奴吧 像你爹一样 只要乖乖听话 平日最多也就是几顿毒打 绝不会要了你的性命 你要是不想现在就死 就乖乖的 自己把锁链拴上 跪在我面前 要为其怜 神藏竟有如何 我要杀你 哪怕你成帝 我也照样杀你 怎么可能 以我神藏之力 竟然莫开他 你对我父亲做的 我会十倍百倍的奉还给你 对死 这女父亲变得这么厉害 你不会就委屈神藏 在他面前就让好 我还手之力 等等 林峰 凡事好商量 我可以把整个玄天宗都让给你 商量你大爷 林兄弟 林爷爷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我要你的命 你要我的命 可以啊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最悠悠到人 几百年寿人 公秦老祖出身 林先生 快阻止他 林先生 快阻止他 公秦老祖出身 公秦老祖 有名老祖 传说万年前就已经突破神脏 如今万年过去 实力该有多恐怖 完了 彻底完了 有名老祖 有名老祖 中献人间 我全天完了 老祖让你 这首有名叫 这点小时 谁要抽换我 今天你们父子齐聚 倒也不枉老祖 我出关走一趟 百灵血脉 精是罕见 圣猴为我所用 待我洗干你父子二人 我还可以再提升一个境界 老祖要你们一身血脉 那是你们的荣幸 林峰 不要使同跟他抗衡 你不是他的对手 只现在还有力气 快逃 巧儿 你又是谁 剁嘴 我让你开口了吗 给你一夕时间 给我父亲道歉 我会让你死个痛快 让老祖 我给你父亲道歉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我老祖何错之友 求贤之道 爱是万物不争 大道难成 今日 你邻居弱小 那就该当成为 老祖我的血实 明白了 谁的拳头大 谁就说了算 没错 你们不过是一群老鱼 老祖想杀就杀 怎么可能 既然你不跪 那就去死 等等 你不能杀我 我可是神王 不死 我真愚蠢啊 我真愚蠢啊 我真愚蠢 快对 列宗 列宗啊 师尊 你看我这剑法 学的怎么样 师尊 毕子姓不如使命 此战诛杀三线魔徒 下次见面 你我便是敌人 他错 他错 错了 这该死的幽冥教 父亲 父亲 我是风儿 你放心 有我在 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 父亲 伯父 你醒了 嗯 林哥哥 伯父怎么样了 心神受损 不过会很快醒来 林先生 这是我特意为您找的 林安雅困难 对精神受创 颇有奇效 另外 我已命人准备零食 您父亲身子骨虚弱 多吃些零食 也有助于早日康复 是女人谁啊 零食乃至各种 林安零售 烹饪而成的极品 价值极其昂贵 养魂丹更是一单难求 他这样做 难道是电子林哥哥 林二小姐无需多虑 我只是林先生的朋友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林先生 我二姑娘 我已派人去接了 一会就会回来 不必了 朋友之间只小心 生意人那套 对我心不痛 无论利益 只交心吗 林哥哥 你要去哪儿 我去幽冥教分舵 寻找我母亲 你放心 我会很快回来的 实力抄寻 对金钱也不信仿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好手段 竟能将幽冥老祖 幽冥教主 双双击杀 当今天天下有这种手段的人 除了我家少爷 恐怕也就只有上古十足那几个家伙了吧 不对 看打斗的迹象 像是被蛮力 生生打死的 少爷 您说笑了 幽冥老祖虽然是这楼椅 但也是神葬巅峰修士 虽然他容易 又满力上了 结束无才愚钝 实在想不出有谁能夺脑 幽冥老贼 接我一招玄天正法 谁啊 可这唱戏呢 尔等何妨妖腻 本座乃玄天掌教 掌管八万门众 见了本座 还不速速下跪辅助 说 是谁杀了幽冥老祖 小贼 还不放开本座 林峰何在 快来助本座 斩杀邪魔 凤儿 错了 为师错了 为师毁不当初啊 装疯卖傻 杀 快取威士法剑 斩杀妖魔 斩大哥 天翻地覆 真的疯了 浪费时间 有名老祖 虽然只是我的一条狗 但打狗也得看主人 杀了我家的狗 那就得付出代价 九幽同学大言三千 起 大眼术 此术有算破天机之呢 少主的修为愈发精进了 输 天助我也 林峰小儿 你的命 我要了 此地有地宝将士 地谷中的祈宝 乃称地契机 若能将此宝收入囊中 踏地 可成义 恭喜少爷 何喜之友 少爷乃神王之子 天命所贵 本就有资格问顶神王 如今地宝现世 当今天下 除了少爷 还有谁有资格取这地宝 说得好 当今天下 舍我其谁 不过在取宝之前 你且听好 你速去拟定罪诏 最近出现了个金氏魔头 屠杀了弦天八万门人 我早就听说了 那个魔头 好像是叫林峰 我还听说 有大人物悬赏十亿灵士 要杀林峰 啊 好大的胆子 竟敢握名声 魔头 走 快走 魔头林峰 你离京叛道 杀害师们 神人得而诛旨 谁啊 本座乃八方六合门门主 你要是现在乖乖求 我保证 什么八方六 听 你 滚 不是说林峰与玄天宗 厮杀受了重伤 几乎成了费什么 我知道错了 小的再也不敢了 说 是谁在背后散播谣言 小 小的也不知道 小的一觉醒来 就听门徒们都散说这件事 听这点谣言 就敢找上门来 不 爷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滚 好 小的这就滚 麻溜的滚 看来 是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灵儿 爹 灵哥哥 你回来了 灵儿 我爹呢 上官师姐带着伯父上街去了 伯父这两天恢复了许多 虽然说还是认不出人 但是已经恢复很多了 那就好 那灵哥哥 你没有找到伯母吗 没有 我捣毁了幽冥教四十八个分多 找遍了山川四海 还没有他的下落 灵哥哥 你也别太担心了 伯母一定金人自有天下 灵先生 快收拾东西 马车我已经备好了 灵先生 我已经跟国主商量好了 他保你无恙 那几个杂鱼门派 我还不放在眼里 灵先生 不是他们 是上古十族 上古十族要杀你 上古十族又如何 只要他们敢来 那就是他们的死心 灵先生 您恐怕还不知道上古十族 他们是亘古以来 最为强大的十个种族 玄天宗 幽冥教 在他们眼里不过只是蝼蚁 我知道 灵先生 扶桑太子已经找上了我 我给搪塞了过去 更怕他住一室 瞒不住一室 扶桑王朝 小金屋祖经历的老师 您听我一句劝吧 赶紧走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一旦扶桑太子找到这 后果不堪设想 去去金屋 我前身讲道的时候 金屋老祖宗 也不过是我随意把闻的领处 邱老板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诓骗本太子 不过你有句话 都是说的没错 这的确是他最后的机会 林峰 这一次你插翅难逃 敢欺负我林哥哥 找死 哟 这还有一位美人 姑娘长得碧月羞花 不如跟本太子回宫呀 只要你点头 明天你就是扶桑太子妃 你 林峰 本太子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不过这样也好 先拿地宝 再玩你的女人 挡我的道 找死 你怎么没死 你是三脚猫功夫 比起你老祖可差远了 鲁娜 我进去 你 还请骗我的面子 不要在他买行老师 你什么身份 我什么地位 也配我给你面子 滚 好可死 滚就滚 林先生 多谢您为我解位 可您真的不该打扶桑太子 他的实力虽然一般 可他身后的扶桑王朝 却是出了名的户端 他本就是为了我的地宝而来 我不出手他不会善罢感受 地宝 地宝 地骨之宝 与地骨半生一体 去古文记载 谁有地宝者 此生 当为地 林哥哥 你居然有地宝在身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林先生有地宝在身 未来成就 绝不在上古之族之下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这个朋友 地宝虽好 却也是烫手的山芋 四股七宝有能者拒之 林先生要多加小心 无妨 我就在这里等着他们 该死的林峰 等着 等我族高手赶到 我不仅要你死 我还要你看着 我玩你的女人 小野四兄弟 好久不见 汪大哥 您怎么在这 不过 恰好听见你在叨叨 可是遇上事了 难道汪腾林这家伙 还不知道地宝 方才听你说林峰 可是那地宝只有这林峰 不是的 汪大哥 我说的是另一个林峰 别担心 我不会跟你争夺地宝 把东西给他吧 这是我帮你打听过了 林峰身边有三位角色美人 而那顾林二更是林峰的心头肉 你要是想争夺地宝 必先拿下此女 持则生变 而这盒子里的东西 正好可以助你 一臂 吃力 没错 若是等其他客族之人到了 即便本太子英明神儒 恐怕也难以争到地宝 汪大哥不愧是神王的儿子 果然有大地风范 那在下就先行谢过了 少爷 这地宝即便是您父亲也会动心 咱们为什么要让给这个废物 区区废物我也想争夺地宝 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不会是我的一名棋子 这汪恒云给的东西 还有点本事 这龙凤拍卖行到处都是静止 而我却神不知鬼不觉就摸进来了 小美人 本太子来了 谁啊 小心屋 你胆子还真不小 连灵儿的房间也跟住 看来你是真不想活了 这宝贝还挺厉害 我劝你还是赶紧跪下 然后乖乖献出地宝 否则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只是弹开了我的手 就给了你这么大信心 冥顽不灵 那就去死吧 明星北斗 脚壁千里 六甲反章 无必获扬 听招 闲 什么 你这是打算玩美人戏吗 蠢货 这是扶桑秘书 换魁梧 舞曲一起 心神祭灭 林峰 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乖乖献出你的地宝 我不仅可以饶你一命 还可以赏你一方城池 否则 你今日必死 你废话是真多 有什么本事使出来吧 但凡我退一步 算我输 这可是你自找的 痛苦吧 取入魂如千刀 林峰 能死在我这幻魁梧之下 也算是你不枉此生了 曲儿还挺硬 但本事还差得远 怎么可能 获得唤魁梧 怎么对你没有作用 你的本事 远不如你的嘴厉 伤着你了 给我滚开 说吧 想怎么死 说吧 想怎么死 你 你不能杀我 我可是扶桑太子 我身后可是有千万扶桑士兵 你要是杀了我 就是与扶桑为敌 对 林峰 你最好乖乖交出地方 否则 等我扶桑士兵压境 就是你临时覆灭之事 小小扶桑 也配威胁我 林哥哥 你不能杀他 鬼 林哥哥已经为我付出态度 我不能再让他因为我惹上大麻烦 林哥哥 你不会生我气吧 一只小小的金屋放了就放了吧 走 回房睡觉去 你怎么如此狼狈 王大哥 你来的太及时了 林峰内丝着实凶狠 王大哥 你且助我一臂之力 日后我定要助 王大哥 你 别说话 你要是被路人看见 就不好了 不好了 扶桑太子被林峰杀了 不好了 快来人 扶桑太子死了 林师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闲心喝茶 现在外面都在穿 你杀了扶桑太子 扶桑大军很快就会杀过来了 我又没杀扶桑太子 你们怕什么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我收到消息 扶桑国主正在赶来 扶桑国主乃是老派人几个 即使你有地宝在身 也绝非一和之敌 身正不怕影子邪 没杀 就是 再说了 就算是扶桑国主心理 有能耐我 林先生 我知道你有能耐 只是这扶桑国主 远非又没老祖能比 扶桑国主一根手指头 就能碾压又没老祖 古帝国 我可以再去打点一下 虽然不指望 他们能拦下扶桑国主 但是至少能救你一命 不用 林先生 有的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你身上有地宝 只要熬过这一关 迟早可以大摇大摆的回来 小姐 大师不好了 扶桑国主已降临 这么快 很正常 人极高手 人极 人知极限 一日渡千里 不在乎 林先生 那你打算怎么办 对啊 林哥哥 现在怎么办 扶桑国主 这排卖行 毕竟是秋姑娘的 我们换个地方聊 好 你想选哪里做墓地 帮足你 照顾好我父亲 林哥哥 不要去 云城有林 三十里外 云林 要开始了 林峰 就让我看看你的能耐吧 少爷 龙塞实在不见 佛桑国主 若将那林峰打死 那地宝岂不是落了空 怕什么 地宝在身 命难绝 我就是要让他陷入绝望 只有他步步陷入绝望 我真正的计划才能开始 你们也开始行动吧 记住 欠经上一个别流 林峰 算你识相 倘若你不出来 我不介意拖了这一城百姓 为我而报仇血恨 我只说一遍 护桑太子非我所杀 放肆 还敢狡辩 我早已探查清楚 我儿兄前的伤 是被玄天剑法所为 如今玄天已灭 玄机子一封 你告诉我 除了你 谁还会玄天剑法 你们更是找错 我曾经的确会玄天剑法 不过早已将这些本事还给玄天 诡辩 来人 给我割断他手筋脚筋 法配为奴 国重 此子身上疑似有地宝 就这样法配为奴 未免太浪费了 很好 地宝 一块地宝 那倒可以抵消我心中悲痛 跪下 挖出你的地宝 我可以留你狗蜜 我还真以为你是为此寻仇 原来也不过是一蹺之鹤 建民 还不速速跪下 那我要是不跪呢 那我就打斗你跪 被国主先拿下这逆贼 上 吐心瓦狗之辈 也敢放肆 天命不可抗 国主的旨意就是天意 恶贼临风 我最后问你一遍 跪还是不跪 我凭你们还不够渴 吐心瓦狗之辈 他还敢反抗 吐心瓦狗之辈 我可是地宝持有人 也几千轻愿如此实力 这地宝 在此刻 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很强的 到此为止了 黄黄天招 国乃扶桑第449代国主 今遭恶徒属国 刻意精血 有请老祖宗献身 有请老祖宗献身 就这点本事 你们扶桑一脉 还真是紫成副业 废得可以 爸 既然你儿子死在云城 你想进你老祖宗 帮我 小金屋 给我滚出来 杀鹿不孝子孙 竟敢召唤我 老祖宗在上 私自杀我无太子 罪无可赦 还请老祖宗 为我主持公道啊 谁人敢动我族后人 那便是与我为敌 与你为 你确定吗 与你为 你确定吗 没看错吧 他不是 已经划到数百万年了吗 难道 这是长得一样 这个感觉 绝不会错 好久不见 小金屋 混账 小金屋也是你能救的 闭嘴 你这子孙 好像意见很大了 他敢 老祖宗 你怎么讨我 他也敢 死就给我闭嘴 我这不是在打你 也是在救你啊 怎么可能 到底是什么 要不是 老祖宗 都能说此句话 算了 我与他本就没多少恩怨 说 到底是谁在散播谣言 赶紧说 这 我不知道啊 老祖宗 我就只知道 我儿被杀 我来掩饰 确实被玄天剑法所伤的 太不清楚了 看来对方 藏得很深啊 算了吧 今天的事情 不要对任何人提及 以后 我也不想再看见 扶桑的人 快跪下 老祖宗啊 那人到底是谁啊 知道的越少越好 你若想死啊 我不介意告诉你 感谢兄太 兄太客气 我也是看不惯 这些扶桑士兵 欺人探险 不过 我虽然拦下了他们 却没能拦下 搂走两位姑娘的高手 什么 律师兄 你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 在你走后不久 就有大批扶桑士兵 杀了过来 刚开始 我还能勉强应付 但架不住人多 若不是汪兄及时相助 我和林伯父 也会被掳了去 扶桑 不 扶桑来的士兵 修为很弱 真正打伤我 卢造灵儿 秋姑娘呢 是上古十足的奴仆 这就是他们 走前丢下的 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说让你去玄殿后山 说杀你是顺应天地正道 最好的地方 就是玄殿 林 林师兄 你不能去 这摆明就是陷阱 你若去了 肯定凶多吉少 林兄你不能去 如果你不去 那两位姑娘 是必死无疑 但即便你去了 也只是多送一个人头 必死无疑 这世间 还没有人能要我林松的命 林师兄 王腾云还真是个蠢货 把这两个人交给我 那不就等同于把地宝也交给了我 王腾云骄纵自负 自诩大帝之资 祖云就他是个蠢货 什么大帝之资啊 徒有序命 看咱家少爷 京儿一举便拿下两个人质 这就叫天命所归 没错 我才是天命所归 我才配荣登大帝 若不像你给盐族带来灭顶之灾 马上放了他们 别动 你吵死 这个魔头 还敢大言不惭 给我跪下 或者你也可以试试 是你的速度坏 还是我的贱 混账 对了 我提醒你一下 我在他们脚下布置了阵法 你若随意乱闯 出现什么后果 我可不敢保障 道天掌门 请由谷主 往你们自诩名门正派 竟然也做这等偷西瓜狗之事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 屠杀失门 滥杀无辜 我们杀你 那是顺天应葬 林峰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赶紧跪下献出地堡 否则我的手一划 你后腹都来不及 赶紧跪下 救手 那你还不跪 该死 不能躲 虽然我能瞬间打下烟花 可依旧会是 林哥哥 不过李哥哥 你快走 闭嘴 找死 再弄一下 我保证他人头落地 这就对了 只要你不反抗 带我取出地堡 肯定放你们一条活路 动手 林哥哥 你快走 你怎么那么傻 你快走 都为掌门一起出手 林峰 你这地堡是我的了 我没事 林儿 我 不要 不要 这就是传说中的地堡吗 我好多反响 仅仅只是拿在手中 便有种说不出的林语 若将此骨融会自身 定能助我突破智骨 未来成就大地 也绝非不可能 神子 可以放人了吧 来人 给这两位姑娘松绑 然后送到我的府上 这么漂亮的女人 直接杀了 着实可信 你说什么 我是答应过你要放人 但我没说过 要把他们还给你啊 白痴 谁让你爬起来了 给我跪好了 别忘了 他们两个 可还在我的府里 没事在此 有名老贼 就要杀我徒儿 怎么会 这家伙地堡已经取出来了 竟还有如此强的实力 地堡 地堡之堡 但终究也是一块地堡 你以为我少了一块地堡 就毫无招架之力了吗 但这又怎样 我可是阎族子 地骨在手 舍我其谁 该死的楼 竟然敢伤我 今天就让你看看 上古十足 跟你们这些楼蚁的差距 阴阳合一 天地相符 万物通灵 诸法无碍 看见没有 你们这些楼蚁 需要融灰一体 才能发挥威能 而我却知道 诈于地堡的考诀 凌峰 受死吧 怎么可能 这可是传说中的地堡 就算是神王也 打不碎的地堡 你 你不要过来 我跟你拼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的使命 已经结束了 灵修 实在抱歉 在下实力不计 来晚了 灵修 实在抱歉 在下实力不计 来晚了 不 你来得刚刚好 灵哥哥 他是谁啊 在下汪云 你没事吧 灵修 为师错了 为师 回不当初 灵修 灵修 你骗得我好惨 灵修 快去 没事 法剑 助阵 灵修 灵修 是真的知道错了 灵修 灵修 那 现在怎么办 我与他 虽有分歧 但他始终 是我师尊 死者为大 我得安葬 事 都办完了 少爷 灵修 已经知道 乃是灵修 杀的烟火 少爷 这地宝都已经 离开了 灵修的身体 却突然成了废物 我们如此大费 主张 真能夺得地宝吗 地宝与地骨 并不相同 地宝有灵 责主而欺 若以寻常之法 逼骨挖骨 不过是蠢人之举 你看那灵修和炎华 都自以为能掌控地宝 到头来 还不是自取灭亡 如此神奇 那岂不是无法夺得 不 若持宝者心甘情愿 自行去保 那这事 就能成 自行去保 还要心甘情愿 下去吧 把我给你准备的礼 准备好了 遵命 林峰啊 你不过是一只蝼蚁 照头来 还是给你做讲机 这都回来好几天了 林哥哥 怎么还是无尽打采的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他对掌门有多恨 现在心中就有多痛 这次 多亏了掌门了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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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得到一些配饰 或许对你有用 我娘的配饰 我娘在哪儿 我已派出护尾前往 今天就能够回来 感谢 不用谢 您忘了吗 我们是朋友 不过 我们找到你母亲的时候 她已经陷入婚屋 既是个赖宝 你母亲的情况 似乎十分危险 你得有心理准备 母亲 母亲 气息如此微弱 几乎断绝 能怪我左边山川四海 与生死她的下落 别白费功夫了 我知道阁下有些能 我手里有阁下想要的东西 三天后 林萧格 恭候阁下大驾 林哥哥 伯母这是怎么了 很麻烦 有人对她施了藏灰术 魂不齐 忍不息 是谁 竟然如此狠毒 一个想请我吃饭的人 不能去 叶先生 林哥哥 这帮人 肯定没要好心 但 我必须去 你觉得林峰会来吗 按照汪腾云的消息来看 此人极重情谊 绝对会来 说起这汪腾云 这家伙也真够奇怪 地宝在前却不多 对他而言 林峰这种垃圾 岂不是随手拿捏 谁说不是呢 真是吹牛吹多了 真当自己帝王之姿了 看你们的气息 应该是圣魂族的人了 圣魂族擅长玩魂 你们的确有能耐 藏我母亲的魂 交出来 饶你们不死 交出来是没问题 但你得拿出 我们想要的东西 地宝 给你们 你们也承受不起 笑话 你身上除了地宝 还有值得 我们兄妹心动的东西吗 我从不抢取豪夺 你把地宝给我 然后拿着这些离开 这笔买卖 你不愧 你觉得 我会缺这些 林峰 你最好按我说的做 地宝在你这废物手里 不过只是一张催命符 你根本受不住 哥 跟他费什么话 把他们拿下 地宝不照样是我们的 这就憋不住了 看来 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哥 这小子不简单 现在才知道 晚了 现在才知道 晚了 哥 你没事吧 死不了 可爱 得用那一招了 可是 用了那一招 方圆百里再无生机 管不了这么多了 就算血流成河 也要杀了林峰 怎么回事 我和我的心 怎么快就快要跳出来了 射灰灰 射灰灰 可是我的心灰 如火死人 林峰 事到如今 就算你答应也没有用了 我今天就要了你的命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东西拿出来 给你 心灰灰灰 算你狠 但你不要太得意 你的精美竹马 现在应该已经遇害 你俩就可以彻底说再见了 走 站住 林先生 我们赶紧回去看看吧 林师兄 林二呢 我问你林二呢 在下实在没有 死杀异常 姐姐从对方身上 拽下了这个 希望能帮到林峰 古族 古族 上古大族之一 他们为什么要抓走林二师妹 林先生 可是要前往古族上帝 还魂方法很简单 打开引渡就行 照顾好我父母 我会很快回来 林先生 此时还且从长记忆 林二 我古族的生死村王 关键时刻已经到了 明天上古十足的少爷 都会前来 你从中挑选一个 作为夫婿 只有这样 才能保我古族安宁 不 我不嫁 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二叔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忘掉那蝼蚁 你的男人 必须是上古十足之一 二叔 我自由被你们抛弃 现在凭什么用我的未来 关你们的融化不贵 困账 就凭你这一身古族王室血脉 从你出生那一天起 你就是我王族交业的筹码 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我不希望从你嘴里听见一个步子 别说我没警告你 你若再执迷不悟 我就杀了那蝼蚁 二叔 我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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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你是谁 你来这干什么 我奉少爷之命 特来向姑娘您讨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你的命 李师兄 这地方真的是古族圣定吗 本孩打算帮他引入 没想到他竟然自己转过来 任兄小心 传闻古族内遍不尽致 稍有不慎就会灰飞烟灭 圆主 厉害 这就是地宝的威能吗 真是越来越期待 奇怪 这些大族的少主 神子们 他们聚在这里做什么 我蟒牛族 愿出八千万灵石下聘 求取小圆主 你这喊牛 八千万就想迎娶零儿公主 万龙山 灵矿十条 灵泉十座 灵石灵泉虽好 但终究只是辅助资源 我圣魂 愿出十万灵兵 以座聘礼 诸位真是太客气了 我古族真是受宠落惊啊 稍后 我族亲王便会前来 届时 并会给诸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古族 鞭二如今何在 是你 打了我族之人 竟还敢出现 屈居楼椅 杀我族之人 居然还想跟我抢亲 既然这样 今天你不用走了 古族亲王到 古族小公主到 诸位久等了 这位就是我族小公主 古灵儿 好美的人 不错 这般容貌倒是配得上我 灵儿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轻薄我族公主 滚 雷师兄 怎么了 灵儿她 欺欺一断绝 什么 胡说八道 我族小公主 我明明活得好好的 你怎敢诅咒我族公主 来人 陪我拿下 林兄 现在不是跟他们斗的时候 我听闻有一法 可以令死人复活 只是这代价 什么代价 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们还是把零儿姑娘 带走安葬吧 说 有点上高了 林兄 你别着急 我说便是 我听闻地宝 可以令人起死回生 但地宝离身 对于群有者的伤害极大 稍有不慎 就会丧命 一块地宝 怎能彼得雷儿幸灭 我挖便是 我挖便是 地宝 这就是传说中的地宝 教住地宝 饶你不死 你们说饶谁不死 退 汪兄 为何他们会如此惧怕你呢 为什么 林芳 王爷有地宝在身 当头来还是给我做了嫁衣 汪远 这切都是为什么 记住了 记住了 我冥王腾云 从一开始 我的目的就是这地宝 可是你 蠢货 还不明白吗 福三太子是我杀的 林峰的一身恶名也是我宣扬的 是我告诉了古族零二的位置 就连古族逼零二嫁人 也是因为我早已有灭古族之心 古族与白衣神王交好 当灭 不过我还真舍不得杀零二姑娘 林峰 你放心 但我灭了古族以后 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而过在此之前 我得先送你上路 果然 你得到地宝之后 会释放零二的魂魄 老实说 你很聪明 就连我都差点被你骗了 不过 你最终还是其差一招 这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你对零二施展的说法 和我母亲身上的一样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已经起雷 现在 我送你上路 送你上路 哈哈哈哈 你自愿挖出地宫 就注定是个失败者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这地宝 真正的为能 林师兄 快阻止他 他在吸收你的地宝 从他打零二主义哪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哈哈哈哈 风 感受到了吗 这志强志胜的力量 就是地宝之正的为能 彻底完了 汪腾云现在的修为 已接近神王 神王不出 没人是他的对手 就让你尝尝 这浩瀚无边的力量吧 是什么可能 区区一块地宝 你不会以为 我真的就毫无反抗之力了 你到底是谁 我的身份 你还不配知道 太好了 王腾云一死 我族危机也就解除了 自顾英雄出少年 林小勇身怀地宝 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不知林小勇可愿做我古族女婿 你只蝼蚁 也敢贪图我古族的小公主 她配吗 大哥 爹 谁是你爹 我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 大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林峰 倘若不是林公子 杀了王腾云那阴险之辈 我古族恐怕早已遭犯大难 闭嘴 你可知 你为我族找来了多大的祸端 王腾云乃虚无神王之子 我族虽与他有摩擦 不过都是些小事 如今你杀了王腾云 以虚无神王的性子 我族必然会招来灭顶之灾 虚无神王那又如何 大哥 那怎么办 哀一神王即将现实收徒 此人性格孤傲 几十万年来未收一个徒弟 如果谁能成为他的爱徒 谁将来就是我古族的成龙快婿 林峰 如果你现在能离开 我可以看在灵儿的面子上既往不咎 否则 我现在就送你去虚无神王呢 大哥 你且听我一言 林小柔前途无量 敢不得 爹 除了林哥哥 我谁也不嫁 混账 我是你闯出来的 这可由不得你 爹 王腾云从来就没有想过放过我们古族 闭嘴 我不想听你们的诡辩 好看王腾云的事情先不谈 你想要一个神王之徒 无非是想借神王名义保全古族 那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有我在 没人能上到灵儿 就算是神王也不行 好大的口气啊 你可知神王为何境 那可是无限接近于大地的存在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一星唤斗 神威不可度量 你以为打败了王腾云就有资格跟神王叫板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王腾云那废物 我想杀他 也不过一念而已 昨日王腾云发难 也不知道是谁惊得连滚带爬 今日王腾云一死 你马上就有了碾压他的力量 我真是不知道 是该恭喜你进步神速呢 还是该说你脸皮厚呢 放肆 神王来了 白神王现世了 算你运气好 神王现世 等我拜会神王之后再收拾你 林小友 我大哥护足心切 还请您见谅 习惯 白衣神王这部息息 怎么如此像我前身的小徒弟呢 林师兄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那我们也去看看吧 神王 终于见到神王了 传闻神王修为莫测 只差些许契机 便可正帝 乃四大神王中最强的一位 白衣神王所修蛮荒金 乃当世少有 传承自蛮荒大帝 若能学得一二 便可屹立于天地之巅 还真是这个笔条 数十万年不见 无曾想 他将以修至少 你才没给我丢 大道四九 困有其一 非大毅力 大机缘 大器运者 难求我道 如等有何造化 那就看 如等的机缘了 哇 好神奇 我们刚刚还在补救圣地 眨眼间竟然到了这里 传颂之法 大道难修 为天资不凡 方有一线之机 如等眼前之物 名为昊日中 此物有灵 而等可哀个上前 便可知 至否乃我所寻之谱 昊日中 不乃白衣神王 以星辰所练 灵性非凡 尚可镇压万古大魔 下可探测 万物资质 荣有九响 六响以上 可进入下一关 如等 好自珍重 一块石头 怎么会发出纵响 白衣行为这试验 可真是真正的吗 蝼蚁就是蝼蚁 神物的姿态 从不局限于表象 就让我先给你打个样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天才 你 上方师姐 你看那一般见识 嗯 我以为就六响吗 我还以为多厉害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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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哥哥 你怎么不去啊 去 当然去 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去怎么行 正好看看我这小徒弟 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你知道我能隐蔽吉祥 拜托 千万被第一遛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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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儿 你也去试试看吧 我 连走路都要人搀扶 恐怕连想都不想吧 谁说不是呢 别丢人现眼了 赶紧下去吧 这可是神王的试炼 不是你们过家家的地方 小心 有我在 去吧 哈哈哈哈 这就是古族小公主吗 如此不堪 真是笑死人了 哎 别丢人现眼了 赶紧滚下来吧 嘿 亏我还打算娶你过门 原来你就是个废物啊 一群白痴 铃儿被夺魂 如今灵体还未同 有什么可上笑 既然你们那么玩笑 那就让你们笑个够了 这怎么可能 哪怕是我也才迹象 这怎么就十余小了 这铃铛倒是蛮好看的 铃儿 送给你了 铃哥哥 你什么审美啊 这丑铃铛铃儿才不要呢 既然丑 那就扔了 铃哥哥 你怎么还真得丢了呀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一个破铃铛 你要喜欢的话 改名我送你几框就是了 那可是神王的宝物 哪里是大积枪 所找就能找到的 我的天啊 我没看错吧 这可是昊日中的本相 神王的宝贝 你们说扔就扔啊 我的天呐 这个世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你个灵风 神王的宝物你都敢丢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丢就丢了 你能奈我喝 丢就丢了 你能奈我喝 白衣神王定在观看 虽然我也没把我打赢 但只要这态度表现出来 白衣神王定会高看我一眼 不知死活 我们替神王教训教训 你这只蝼蚁 住手 首轮测试已完成 六响之下 先行散去吧 你们都很优秀 放眼九天十地 也算是上乘仙渺 而接下来的测试 将决定你们谁 才是我的弟子 这里是 剑池 谁能拔出更多的剑 谁便是我的弟子 敢问神王 倘若拔出 中间那柄大剑呢 无论是谁 倘若拔出那把剑 我愿与其八败为交 能与神王教兄弟 这份荣耀 绝不能让给其他人 林哥哥 你怎么不去拔剑啊 我说 我对此不感兴趣 你信吗 我看你不是不感兴趣 而是自知无能 没错 若不是灵儿公主 自知超凡 我看你连站在这的资格都没有 既然林哥哥不去 那我也不去 灵儿这是个好无名 神王之徒 无数人追求的梦想 可他宁愿陪我 也不愿争着灵儿 灵儿 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你是古族的公主呢 你还好意思说 我当初来林家的时候才三岁 我那时候一直说我叫古灵儿 是你自己听差了 叫我古灵儿 现在还赖我呀 好像确实是有这么回事 什么叫好像 明明就是 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 那 我接下来 该叫你古灵儿好 还是该叫你古灵儿好 有差吗 反正不管我叫什么 你都是我的 林哥哥 狗男女 林峰 看见没有 什么是天选之子 我就是天选之子 趁着现在能笑 尽情的笑吧 古族组长 要的是神王弟子 灵儿公主 注定不属于你 我只是想吃十把剑 免得某只苍蝇 一直跌跌不朽 你 你骂谁呢 你找死 你 你骂谁呢 你找死 岩族乃十大古族之手 侮辱岩少主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林峰 你是没睡醒 还是得了失心疯 这柄大剑 就连本少主都拔不起来 你有什么资格拔 你不行 别人难道就一定不行吗 那是自然 我可是岩族少主 天生岩灵圣体 放眼九天十戒 谁敢与我争锋 下一代神王 非我莫属 林峰 我劝你别费劲了 以你的资质 若能撼动一下这把大剑 我跪下叫你爷爷 孙子 那你可瞧好了 难怪我那小徒儿 会说与人八百 这剑压根不是他 而是我前身 所以我的主剑 这 这 啊 这怎么可能 前世今生 反复无常 既已成过往 又何必不念 多年不见 为时今日就帮你一把 哼 啊 这 好你个林峰 竟然敢毁坏 白衣神王的炼剑神物 你这是自寻死路 圣魂兄弟 死子罪孽深重 不如你我二人 合力将其拿下 理当如此 李峰 你的实力的确很强 连汪腾云都能击杀 不过纵使你有地宝 但是 也越难与我二人抗衡 待我将你拿下 你的地宝 便是我们了 神王之徒也是我的 就连你的名人 也是我的 哼 既然你美心求死 那我就满足你们 死到灵头 还敢猖狂 试试 杀你如土狗 这肉身 你修炼的什么功法 怎会如此强狠 大地之身 岂是儿等可悔 林峰 你休要猖狂 待白衣神王显身 便是你的死忌 我都要看看 他是否动得了我 住手 守徒 试炼 不可厮杀 师尊 真的是你吗 师尊 真的是你吗 没想到 已经称神王之境 为师甚感欣慰 你搞这么大阵仗 差点为师 都成了你的弟子 爱戌子不敢 若早知师尊到来 就算借我一万个胆子 弟子也不敢呢 起来吧 这 这是 爱戌 神王大人 就是这败类 他先衰耗日中 后又故意丢失了您的宝剑 您可千万不能被这小子给唬了 他乃是玄天宗叛徒 十恶不赦 嚣张跋扈 试炼已经结束 你们皆以淘汰出局 滚吧 该死 这是把我传送到哪了 姓灵那小子有什么好的 白衣神王竟然选他 不选我 太虚子啊 太虚子 你要保那姓灵的是吧 虚子 虚子 神王现在还不知道王腾云已死 带我走上一早 我们这就回来了 那白衣神王呢 师尊 方才冒昧 未能认出师娘 徒儿与师娘第一次见面 自是不能少了礼数 还请师尊稍后 徒儿去去就回 行 自去自回 这耻儿倒是有心 你们也这么快就出来了 林峰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被赶出来的吧 蝼蚁就是蝼蚁 给你机会也不中用 不过没关系 神王弟子你做不成 狗奴才你倒是有资格的 你确定 怎么 你还想打我不成 你要敢动我一根寒毛 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住手 圣魂少主可是我古族的贵客 贵客 该死的蝼蚁 你真以为我圣魂族好欺负吗 先知不要动怒 此事乃是我古族有错在先 我向你道歉 古灵儿 你要害死我古族才甘心吗 姓林的 你借我古族荣光混戒的神王试炼地 我只感恩 反而处处为我族招惹祸端 你还先害我古族不够惨吗 爹 不是这样的 那你们说 这姓林的可成了神王的徒弟 没有 就算我愿意 还须自己老跟他们收嘴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古灵儿 你要是我闺女 就给我跪下赔礼道歉 姓林的 杀了汪腾云 同时得罪了炎 魂 金屋三族 我要用你的人头向各族道歉 住手 古灵 你好大的胆子 神王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你岂不是要反了天了 师尊他老人家 难道是不想暴露身份 也对 师尊毕竟是大帝之身 那些凡人 又如何配置师尊身份 古灵 你很不满意 凌峰与古灵儿的婚事吗 神王在上 我 这一定有误会呀 混账 行了 毕竟他是灵儿他爹 百山孝未见 神王请放心 灵儿与艾特的婚事 我将全力操办 对不起 我错了 神王大人 还请饶个小人一命 我当你有几分血气 原来也是土鸡瓦狗之辈 滚吧 你这孩子 临峰拜师成功 你怎么不告诉我 这个当爹的呀 爹 你也要先听我说话才行 好 是爹的错 爹 向你认错 来人 昭告十足 我祖小公主 将与临峰成婚 要请各族 前来观礼赴业 稍后你去一趟 龙凤拍摊行 把我爹娘接过来 谨尊师命 师尊 就是弟子 给师娘准备的见面 爹 娘 你们也很喜欢 这个二戏吧 锦绣天罗 凤头差 九霄雷主 刘尺儿还真是准备了一份大礼 林贤志 这是我祖你订的宾客名单 请过目 你跟伯父决定就行 林贤志 你太客气了 我和大哥商议过了 您跟林儿的婚礼 你订在下月初八 筹备婚礼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 跟你很熟吗 杀我祖炎华 抢我神王弟子之位 害我颜面尽尸 林峰 我们的账可还没算呢 我奉虚无神王之令 特来娶你人头 虚无神王 早就听闻虚无神王跟白衣神王不对付 这该怎么办 严少主 林峰是我族女婿 还请看在我两族的交情上 什么东西 就凭你 你也配跟我颜族称兄道弟 道歉 贤志 我没事 年小兄弟 他开玩笑的 您别往心里去 要我道歉 要我死 叫我道歉 林峰 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大魂在即 我们不想做杀你 这是你自找的 你 该死的娄翼 十方世界 上下虚空无所不在 无须不现身 虚无兵魁 虚无神王炼制的傀儡兵人 此兵魁实力不在十足足者之下 这下该怎么办 林峰 我知道你很强 但是今日你死定了 这就是你的遗仗 怕了 怕了就给我跪下 想你严肃老族 也是一号人物 走到你这一代 如此不堪 你找死 兵魁听令 杀 林峰 你死定了 林峰 我要你的命 虽然你的确是个废物 但也不愧盐族之后 倒也有几分血腥 林峰 你莫要够我 虚无神王 已经在来的路上 我在地狱等你 虚无神王 虚无神王就要亲自前来 这可如何是好 慌什么 他要赶来 就别想出去了 林哥哥 二叔说虚无神王要来 这是真的吗 你爹他们呢 我爹和二叔正在转移族人 林哥哥 我们要赶紧走吧 神王之位天地难措 而且能登上神王之位的人 那都是最强者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林哥哥 你可是虚无神王 就算白衣神王愿意收你为徒 那也不会为了一个徒弟 去跟虚无神王决裂吧 傻丫头 去去虚无 我有何去 林哥哥 咱们赶紧走吧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少啊 你打不过他的 放心吧 虚无神王赶来生世 耽搁我们的婚礼 我叫他有来无回 好大的口气 身怀地宝 天纵之才 本该镇压一世 奈何骄纵妄为 杀我儿 罪无可赦 凌风 拿命来 太虚子 为了一个弟子 你要与我为敌吗 再向前一步 不死不休 好你个太虚子 当真以为 我不敢与你一战吗 别废话 要战便战 蛮荒大地传承即将显示 你收这弟子 无非是为了后继有人 以便全力夺取传承 你会为今日愚蠢的选择 而后悔 哼 大地传承 他说的应该是我前身作画者 师尊 我们是否准备一下 不用 相比传承 我更在意我的婚礼 我爹你 弟子感到虚无到来 先行一步 我们马上就到 不用在意虚无那几个小家伙 我的传承 我不给 没人能拿 林哥哥 你们在聊什么呀 我们 在 讨论婚礼的事 放心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站在古族这边 真的吗 太好了 有白衣神王相助 就算跟虚无神王打起来 我们也不怕他 师娘 你也太瞧得起我 有师尊他老人家在 整个天下 谁又能与之争讽呢 灵儿啊 这么多年了 你跟风儿终于修成正果了 我觉得这件挺好看的 灵儿穿着肯定很好看 不太合适 这婚服虽然不错 但这毕竟是李先生的婚礼 终究差了点意思 婚服的事情 你们不用麻烦了 我来想办法 你们帮我照顾好爹娘就好 谁要帮你照顾爹娘 那是儿媳妇才该做的事情 我 我说错了 伯母 你来帮我们评评礼 都是一家人 他整天把我俩当向人使唤 这合适吗 好歹也给人家一个说法 你们先忙 我先去准备婚服 臭男 一边也不懂女人心 这么说 太夕子是铁了心 要和你不死不休 你少在这心灾乐祸 你那个万神建立的扶桑 在临风手中也是吃了大亏 行了 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 满荒大地的传承 传承之地 我一眼算出了 但那里有大地施加的结界 即便是和我三人之力 也无法破开 太夕子又跟你彻底撕破了脸 肯定不会帮忙 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要说破结界 我倒是有个主意 古族血脉特殊 历来有破除万法之奇效 虽然无法破除大地结界 薛弱一二 还是能做到的 你可真够狠 人家杀了你儿子 你却要灭了人家媳妇全族 我不否认 但这也是我们唯一夺取 大地传承的机会 好 那我二人就助你一臂之力 哪怕太夕子铁了心的要护补 及我三人之力 一定让他无力反抗 嗯 哇 燕云断肠 当年放在这里就一直未曾动过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今天终于等到你的主人了 这燕云断肠 以杏和云镜为料 有九天玄女 亲手穿着隐线 即便是我当年 也费了不少功夫 林儿一定会喜欢 不好 古族出事了 谁干的 玩 玩 虚武 童有 列阳三位神王旗帜 我们的族人 都被他们抓走了 甚至 林儿和九姑娘也未能性命 父母呢 他们都没事 事发之前 我也用故族的秘法 将他们缩走了 三位神王 林峰 三位神王联合 都进天下无敌 林峰 我看 就算了 算了 这事算不了 林峰 你身怀地保 只要全心修炼 家义师 必定能替我鼓足报仇 你何必招 你何必招这一时之气的 师尊 徒儿没用 没能护住 师娘他们 神王 你 你 你喊谁 师尊呢 师尊 徒儿有错 还请师尊惩罚 错不在你 你虽有神王 林峰之境 但其他三位神王也不差 下去休息吧 有我知道地气加持 你的伤应该很快我按 遵命 林峰 你 你到底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 动作快点 三神王有令 速速不下大阵 以免强敌来犯 三大神王在防谁 连白衣神王都已经被重创了 这世上 应该没有人敢来扰事才对 神王的事情 还是少问为妙 去吧 是 真是可惜 林二姑娘生得碧月羞花 被想娶回家把玩几天 没想到神王要用他们的血 来破大地结界 早知道是这样 当初在古族 就应该用墙上了他再说 你说那三个老杂盲要干什么 林峰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白衣神王也来了 没想到就你这龙尹 怎么 知道神王要杀你媳妇 特意赶来殉葬 站住 我叫你站住 你聋了吗 好你个林峰 神王就在后山 你还敢逞凶放肆 我看你是真不想活了 下辈子 做个好人吧 结界又松了几分 这古族的血 还真是好用 抓紧时间 大地结界能吸收天地灵气 如果不一口气攻破 再想破坏 可就难了 贱人 你男人不是很能耐吗 等我们拿到了大地的传扯 那就是他和太虚子的死器 你这个天杀的落寞 你不得好死 小死 放开他们 三个老杂毛 想好怎么死了吗 林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不敢来的 林先生你快走 快去找白衣神王 太虚子在何处 我再说一遍 放开他们 区区蝼蚁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要人 外面有各族人马 这蝼蚁不可能独自闯进来 你们二位替我掠阵 以防太虚子偷袭 我来收拾这蝼蚁 那日古族 太虚子护着你 我看今天谁能保你 保你 王无道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的修为竟然还止不不前 这口吻 你 你到底是谁 想知道 那就拿命来换吧 这是 好你个虚无 什么时候偷裂成了这招 虚空吞噬 被黑暗吞沫 将彻底化为虚无 就算是同为神王之境的我 也扛不住 太虚子这徒弟 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 这就是你的底牌吗 是 是他 该死 他怎么回来了 他不是已经做花数百万年了吗 你在说什么 他到底是谁 通幽 你生的晚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我都已经绝望了 没想到他 他真的回来了 你说的那位就是与你同处在一个时代 抢先一步登地 独占地基 镇压一尸的蛮荒大帝 就是他 当年我被逼无奈 自封于万年玄兵中苟活 直到催算出 此事有成帝契机才出事 没想到又遇到了他 怎么可能 人死归尘 乃天地之道 哪怕是大帝 也不能逆转生死轮回 何时大帝 大帝已死 新帝当成 他只是大帝的转世之神 这份大帝传承 他拿不走 对 李扬 助我一臂之力 我们联手杀了这该死的转世之神 对 他只是大帝的转世之神 小心 沐雪 你们找死 你们找死 李先生 对不起 我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沐雪 沐雪 我说过 我会让你死的 好好休息 其实我不杀了你们三个老三毛 我林峰事不为人 林峰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你只不过是大帝的转世之神 争拿自己当大帝了吗 林峰 今天就是你的丧命之日 走 怎么回事 人呢 我们三大神王联手 他竟然跑了 你去找沐雪 他有我的灵力护身 再什么会死 别找了 你们也不过如此 接下来 面对死亡吧 蛮 蓝黄大帝 是你挡落的地道 让我数百万年 也未能再进一步 我今天跟你拼了 行 该死的大帝 我终于不用再活在你的阴影之下了 下一条 该谁了 一掌就灭了我四尊九无王魁 大帝转世 怎如此恐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是大帝转世 大帝是我 我即是大帝 这他妈什么怪物 大帝 我已知错 求您给我一个机会 机会 你杀古族的时候 给过他们机会吗 我糊涂 我该死 求您原谅 大帝 我有办法治好邱小姐 求您放我一马 大帝 修行数百万年不易啊 我真的不想死 我的女人 也需要你来救 大帝 我不敢 大帝之能 通天彻地 只求大帝 放我一条生路啊 王五道 杀害了古族 不知道多少死地 你二死亡童云 更是大恶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神王之力 天道轮回 报应不爽 今日 只想废了你这神王之力 大帝 我的能力 凌峰 你不得好死 秋姐姐 凌哥哥 他这是怎么了 他想狗活 那我就满足他 不过他这一身神王之力 已经被我逼入了木学亭 等他彻底醒来 他就是新的虚无神 虚无神王一生 树敌无数 凌哥哥 你费了他的修为 他以后的日子 你难过了 我就是让他活着 让他体会 什么叫做绝望 为了这一个大地传承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凌儿 你想知道 什么是大地传承吗 啊 这就是大地传承 三大神王杀了无数 就是为了这么一块破石头 我也没看出 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大地传承 其实就是我前身的 肉身作画 肉身散落 地道不散 有缘者可得地道 无缘者 虚之可愧 而不能处 那谁是有缘人呢 灵哥哥 你别开玩笑了 我哪是什么大地的 有缘人啊 你三岁来我林家 一起陪我讨入宣天 后又随我李宗 如果你都不是 我的有缘人 那这天下 恐怕再找不出 有缘人了 试试看吧 此物虽是我前身 肉身所化 早已有了灵性 你是否是有缘人 一处便知 好 太好了 雷儿果然是我的 有缘人 这就是 你醒了 这里是大地传承之地 雷儿正在接受 大地传承 雷儿就过得了 大地传承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 浑身都创一只力量 不用惊讶 虚无神王为表现意 把他数万年的修为 都度给你了 这么说 我也成神王了 恭喜雷儿姑娘 得成大地道果 父亲 父亲 风儿 你娘正在隔壁 跟雷儿说话 我过来瞅你聊聊 父亲您说 风儿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这暗数 我不该剁嘴 但是 我还是想问一问 你对上官瓦儿 还有秋木雪 怎么看 我 上官瓦儿能要你 起初时 我的确很厌恶她 可这些日子下来 我哪里又不知道 其实她本性并不坏 秋木雪也是个好姑娘 温柔 贤惠 但很抱歉 我早已许诺零儿 许她一个未来 我不能跑起零儿 你呀 她们都是好姑娘 你可不能辜负了她们 我知道 但我不能 哎 爹是过来人 兵他们都到齐了 赶快走吧 福寿无量天尊 贫道祝福大帝 万事同心 一族两帝 古往今来只此一家 可谓是普天同庆 快 里边请 新娘到 害须子 拜见师娘 零儿今天 岳父 林峰 今天 我就将我的小公主 交给你了 放心吧 岳父 林哥哥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惊喜 惊喜 什么 这 哎 你别装了 林哥哥 就这么定了 从今往后 我做大 我儿做小 经过雪做妹 你呀 你就不要神在福中不知福了 走吧 哎 怎么 你什么意思啊 不同意 不同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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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这还差不多 哎 站住 丢头